大家好 欢迎回到宏观经济学的课堂 在今天我们开始介绍第四个大部分货币的内容 今天我们讲货币的定义 以及一个经典的货币理论货币数量论 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下货币 说到货币或者钱大家会有很多的联想 比如说银行存款现金信用卡金币等等等等 那么在经济学中我们对货币有一个具体的定义 那么货币就是任何可以在交换中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资产 因此它必须是一个资产 信用卡就被排除在外了 因为信用卡实质上是一个负债的关系 你向发卡的银行借了钱 他先帮你把消费支付了 你到月底的时候再把钱还给了发卡的机构 好 那么货币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形态 最早的时候主要是商品货币 商品货币包括了贝壳 贵金属等等的形态 它的特点就是这些货币都有内在的使用价值 那么到了现代我们普遍接触的是法定货币 也就是政府依据法律发行的纸币 或者是塑料的货币或者是各种硬币 它的特点就是内在的价值是很低的 而且政府是没有法定的义务把这些货币换为实物 那么在将来我们也可能会接触到各种电子形态的货币 货币在经济中非常重要 它具有三个主要的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交换媒介 怎么理解交换媒介的功能呢 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起床要去吃早饭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钱的话 会发生什么 那么我需要找到一个很特别的找点铺子来进行交易 我要向店主出售的是一节经济学的课 而店主需要向我出售的是包子 如果我找不到这样一个特定店主 那么我今天早上就要饿肚子了 出现了钱之后 那么我的生活就大大的简化了 我不再需要每天早上起来去找一个 正好需要听经济学课的一个店主来买早餐 因此货币大大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货币的第二个功能是记账单位 也就是我们生活中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可以用圆 缴分来定价 听起来这似乎很简单 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用电脑作为记账的单位 那么你去买包子的时候一T小笼包是多少分之一个电脑呢 这样一个记账的单位显然是很不方便的 货币的第三个功能是储存价值 简单的说你把一包现金装好 放到保险箱里锁上 过了3年5年再拿出来 你还可以用它去购买东西 如果你把一个苹果锁到保险箱里面 过了3年5年之后 那么对不起你就没有任何可以用的东西了 或者没有有价值东西会留在那个地方 因此货币可以起到储存价值的作用 不过它也有一定的缺陷 那就是以现金形态储存的价值是没有回报率的 也就是没有利息 那么在具体的经济实践中我们需要去统计整个经济中有多少的货币 因此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统计口径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在外的货币称为基础货币 基础货币有两种存在的形态 第一它成为流通中的货币和现金 第二种用途是商银行把这些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 存储在金库里边作为一个准备金 不参与流通 我们就把前面这种情况也就是流通中的货币称为M0 M0是我们在生活中非常普遍使用的一种货币的形态 很方便很便捷 那么在M0之上我们构造一个稍微更广义一点的货币口径 叫做M1 M1就等于M0也就是流通中的现金 再加上单位的活期存款 单位的活期存款在进行支付的时候也可以使用 只不过它应用的场景要比现金稍微要有限一点 比如说很多的商铺里面 它是不接受单位的支票作为一种支付形态的 好 在M1之上还有更广义的货币统计口径 M2它就等于M1再加上单位或者企业的定期存款 加上居民的储蓄账户存款 好 那么为什么我们有这么不同级别 不同口径的货币的统计方法呢 原因是在每个口径里边的货币 它的在交易中使用的便捷程度是有差别的 比如在M0里边现金的可接受程度是最高的 而到了M1里边单位的活期存款可以使用的场景 相对于现金是要有限一些 那到了M2里边 单位的或者企业的定期存款 以及我们个人账户上的存款 它的使用场景和便利程度 相对于单位的活期存款又更为有限 因此我们就用了不同的货币统计口径来衡量 现实中经济中的货币量到底有多少 具体的说在2018年二季度的时候 中国的M0是7万亿人民币左右 M1是54.4万亿 而M2是177万亿 它们相应的增长速度相比去年同期 是3.9% 6.6%和8% 而我国近年的经济增长速度 大约是在6.5%到7%左右 因此可以看到我国的货币增长速度 是和GDP的增速基本匹配 好 那么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个经典的 关于货币的理论叫做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论它的核心是一个交换方程式 这个交换方程式也是一个横等式 横等式的基本思想是这样 在所有的经济交易中 我们都使用货币作为一个媒介 因此所有交易的数量 必然等于货币的存量乘以货币被使用的频率 具体的说货币的存量m乘以货币的流通的速度 也就是货币在一年中被使用的次数 我们叫做v货币流通速度 它必然等于在这一年里边 整个经济中发生的所有的交易的总值 那么我们把这个交易的总量可以拆解成为价格和数量 价格我们用p来代表 数量我们用y来代表 那么我们可以把y也就是数量理解为一年中的所有产出 也就是前面介绍过的实际GDP 而p呢可以理解成为经济中的一般物价水平 因此这个横等式就有以下形式 货币乘以货币流通速度 必然等于价格乘以实际的GDP 那么经过简单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到价格等于货币m乘以流通速度v 再除以实际GDP或者产出y 那么货币数量论从这个横等式出发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 如果说我们假设货币的流通速度v和产出水平y是相对稳定的 那么货币供给的增长必然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同比例的增加 也就是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 他说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因此货币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价格和货币发行量存在非常紧密的关系 想要控制物价或者通货膨胀就必须控制好货币发行量 那么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看起来非常有利的一个理论 在现实中是不是也成立呢 以下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 这是美国的货币供给量和CPI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从1959年到1980年里边 这两个变量都是在上升的 可以看到我们把1959年的初始的两个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变成指数 在1959年他们的初始值都化为100 那么经过20多年的演变 到了1980年我们经济的发现 这两个变量他们的增长速度基本是一样的 所以看起来在数据里边货币主义的这个理论得到了很强的支持 然而我们把时间的窗口再放大一些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1980年之后货币和CPI之间 也是物价之间的关系呢 去发生很大的变化 可以看到在这个图里边 物价水平CPI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速度在上行 而同时美国的货币供给量出现了起伏 在2008年之后有一个非常快的上升 但是这样一个货币供给量的上升 并没有直接引致物价水平的同步的高速上涨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个历史数据中看到 在80年代之后货币供给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就不如货币数量论里面描述的那么紧密了 尤其在过去10年里边货币供给的速度非常快 在美国2008年到2018年之间 M1的货币增长达到了169% M2增长了90% 而同时物价CPI仅仅增加19%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去回顾一下 美国的央行发行的货币都去了哪 那么在实践中美联储也就美国的央行发行了大量的货币 并没有通过信贷或者其他的渠道形成消费 而是流向了其他的经济活动 比如说投资者用这些钱去购买了本国的或者说其他国家的金融资产 因此这些货币并没有去追逐美国经济中的存量的消费品 没有导致消费品的价格出现一个同比例的上升 从一个技术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一看货币主义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假设 前面我们讲到货币主义假设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稳定的变量 而我们把前面讲到的交易方程式进行一个变形 可以得到货币流通速度等于价格乘以实际GDPY除以货币量M 那么价格乘以实际产出根据我们在前面学到的知识 那么P乘以外实际上就是每一年里边的民意的GDP 因此我们可以计算出货币流通速度等于民意的GDP除以每一年里边的货币供给量 在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1959年到2018年里边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历史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的数据里边在1980年之前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在1980年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 因此货币主义关于货币流通速度比较稳定的假设 在数据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首先我们介绍了货币的定义 货币就是任何在交易中被广泛接受的一般等价物 之后我们了解了学习了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论和我们的直觉是比较一致的 也就是货币供给会影响物价水平 两者呈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但是我们通过检验历史数据 发现这样一个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成比例增长的关系 具体的说我们需要考虑货币发行出来之后它的流向 如果货币并没有流向消费 那么货币发行量对物价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好那么在下一课里边我会向大家介绍影响货币供给的一些因素 谢谢大家的收看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